有請今屆終身成就獎項的頒獎嘉班徐合 我很榮幸在向各位講一個電影界的老前輩 她是我一個很佩服 亦都是我的老師 她真是一個我看她的電影長大的一位電影界的人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母樂片 所有母樂片都有一個名片頭出來 有機會做導演的時候 第一個願望 就找這位老前輩出來幫我寫這個劇本 她是一個很出名的編劇 她是準時交劇本 還有她是一個絕對專業 認識武俠文化的高手 有一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原來她是不改劇本 還有她是不開會的 如果你給了她一個題材 她就回去寫劇本 準時交貨 錢一到手 立刻就劇本交給你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記得有一次在等劇本裡面 我打電話給這位老前輩 在宜東酒店離開了一個戴壁室 當時我就很震驚說死了 會不會得罪了她 但是她依時交貨 依時把這本劇本交給我手上 打開來看 發覺裡面的字我不會看 原來這位編劇 是需要有一個人 幫她將她寫的字 當時沒有打字的 都是手寫的 寫成一個 所有人可以看一名的劇本 這位前輩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藝康先生 1935年 在動盪不安的上海 誕生了一個影響華人世界 非常深入的人物 這個人物 創作力驚人 影響中國問題 影響華語電影 這位響當當的人物 在1957年逃難來到香港 有一天 他看到報紙上一段連載小說 他跟自己說 這些稿我也寫得到 於是拿起筆就投稿了 還成功得到真報採用 最後他還成為全職寫作人 一寫就寫足了50年 靠一支筆開創天馬行空的世界 創作出引人入勝 家傳回到的經典小說人物 好像有六指琴摩 憑著他異品的手指 彈拔的瘋癲琴音 武林從此就變成人間煉獄 在他筆下 又連衛斯里的一隻老貓 都是千年的靈魂化身 隱藏著朴索黎的 女星回歸故事 而獨臂刀 就以鍛備武者修煉出驚世的神功 憑一臂之力掀起廉長江而施殺 很多他寫的小說都被改編成編 經他手編寫過幾年劇本 超過三百部 包括唐山大興、精武門、流星蝴蝶劍 天涯明月刀等多個經典作品 而獨臂刀還成為香港史上首顧揚威國際 衝破百萬票房的巨獻 令他一下子成為百萬編劇 他寫作速度堪稱世界第一 創下每小時四千五百字 日寫兩萬字的最高紀錄 被以為寫漢字最多的人 亦創下從未被退稿、拖稿 或是欠稿的紀錄 多句經典電影對白都出自他的手 其中最令人印象難忘的 相信都是這一句 你們記住 中國人不是病夫 他堪稱擁有最快寫作速度的人 他絕對是華人之光 亦是一位快樂老人 有請今晚香港電影金像獎 終身成就獎得主 藝康先生 有些穩穩地不是記憶得主 剛才那些介紹多數有些發水的大家知道 有講幾句嗎? 講幾句講幾句 有稿了 大家不用怕,我不會說很久 只是說三個字而已 謝謝大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真的這麼短? 危康老師說手很厲害 他一天寫二萬多字是怎麼寫的 手是很快的 沒有辦法,沒有別的樣子 找懂本事 不懂不懂多導演 唯有報名寫 他真是一位武林高手 還有一個科幻小說的專家 所以我一直都想拍他 小說一直都沒有機會 我現在在等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那個小說 我去拍成電影 這個常理就是我沒有所謂的 哈哈哈哈 剛剛你介紹說我 說我不怪劇本 這個不怪得我 因為我常常會寫不懂 你知道 大家知道導演 聽音真知道 你照他的意思 各位實事都未定 謝謝大家 恭喜你 恭喜… 恭喜藝康大師 也感謝徐克導演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從小到大都是他的支持者